这是一只猫头鹰 它还有一个正经的名字 萧 因为猫头鹰大多是在夜间活动 所以江湖人又送其外号 骗猫子 我国鸟类 有六个生态类群 大赞中的天然歌手 鸣琴 擅长爬树的攀琴 长着大长腿的射琴 擅长游泳潜水的游琴 并且觅食的鹿琴 以及堪称鸟中之王的猛琴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猫头鹰 就是猛琴组的一员 猛琴又分为三大类 笋形木 鹰形木 和萧形木 猫头鹰就属于萧形木 看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蠢萌蠢萌的大脸盘子 论起当猛琴来 这家伙不比它有潜力 其实很多人对猛琴的理解有误 看起来猛的并不一定就是猛琴 想要成为鸟类中的一只猛琴 一定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需要杀死其他动物才能生存 猫头鹰的食物 主要是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 以及鱼类昆虫等等 所以符合猛琴这个特点 第二 猛琴要拥有 能够猎杀猎物的勾撞慧奸 我们来看看这家伙的嘴巴 弯钩一样的嘴巴十分的坚硬锐利 撕扯起猎物来 好像毫不费力 所以这一点也符合 第三 身为猛琴 要拥有 敏锐的听觉和视觉 猫头鹰的这双大眼睛 不要买蒙好吗 能够聚集更多的光 现金后方的视网膜上 分布着很多在黑暗环境里 特别敏感的视感细胞 可以帮助猫头鹰 在夜里看得非常清楚 另外 猫头鹰的眼睛 不是球状的 而是个固定在眼眶里的柱状 这就注定 它一辈子只能直视前方 不能转眼珠子 大家请倒回去看开头 做着打脸 那是剧情需要 但是猫头鹰有一个超强的技能 可以弥补自己这个小缺陷 小鹰 你知道我吗 就是这颗 能旋转270度的脑袋 它们脖子有14块追骨 可是人类的两倍 猫头鹰的听力也非常好 注意这两个 可不是它的耳朵 它们就是两粗羽毛而已 这对耳语的主要作用 是表达情绪 来表演一个 你眼珠子不能移动 滚喝 爱上 震惊 别动 猫头鹰真正的耳孔 就藏在这两粗羽毛下方 奇妙的是 有些猫头鹰的两个耳孔 高低还不一样 这种构造 可以让猫头鹰 更容易判断声音的水平和垂直方向 相当于 拥有了听声变位的技能 而猫头鹰的整个大脸盘子 就像一个侦测声音的装置 它有很多放射状羽毛组成 可以把声音 聚焦到猫头鹰的耳孔里 第四 作为猫禽 要拥有发达的飞行系统 猫头鹰飞行速度比较慢 同时 它们飞语的前缘和后缘 都拥有可以减少噪音的结构 因此 当它们掠过草地的时候 几乎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第五 要成为猫禽 弯钩一样的立爪 和强大的爪子握力 也是必不可少的 猫头鹰的爪子 同样也非常强健 突袭的时候 也力量惊人 在空中滑行的它 一旦确定猫禽位置 就会在身体中12倍的力 猛扑过去 把猫寄晕 不至于 综上所述 猫头鹰符合猫禽的一切特点 所以 它确实是一只 当之无愧的猫禽 猫头鹰 是念齿类动物的天敌 住嘴 我自己来 对人类是非常有益的 同时 它也是我国二级保护动物 所以 一定要好好保护它们 我是花小乐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博学的花长 好可爱啊